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手道病除 云南白药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中华医药 有一句老话叫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说的是人在得病的时候 往往就像山倒了一样快 而想要让病好 却像是从残里抽丝一样缓慢 但是今天健康故事的三位主人公的经历 似乎改变了这种说法 迎面走来的这位先生 一看带着颈托就知道 他是颈椎出了问题 很痛苦的 我这个就是我经常头晕阴的 老公切不住的 十多年来 段佳德先生一直头晕乎乎的 虽然查出是颈椎病导致的 但是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 刚刚五十岁的他 已经出现胃老先衰的征兆 好像头脑都有点不清醒的那种 自己说刚说的话好像又忘掉了 记忆也在紧退吧 比如说我刚跟你说什么话 我过一下 2014年9月2日 每天头晕脑胀的段先生 找到了成都的赖志刚医生 赖医生非常关注 段先生颈椎片上的一个特别部位 在做颈椎检查的时候 有经验的医生会让患者拍摄五张X光片 其中包括一张正面张口味片子 只有在张开嘴的情况下 才能看到我们的第一二颈椎 也就是环梳关节是否正常 而赖医生说的这两条环梳关节侧线 是否对称 就是判断环梳关节是否正常的重要依据 同样受到颈椎病折磨的 施亚平女士也是逢人就诉说她的痛苦 整个这个半这边头都不轻 就是这个眼睛特别胀痛 头痛 跟段先生不同的是 施女士只是半个头出现症状 不过这左半头的难受带来的影响 就连她身边的人都能明显感觉到 左眼睛要出鼓 而且左边的眼睛一点光泽都没有发污 段先生头晕是环梳关节错位导致的 那施女士左边头部出现的不适 又是什么问题呢 从骨头上看来骨子结构是好的 她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整大神经卡 然后引起她的偏头疼 然后四神经也受到刺激 所以说她眼花 看不清楚 事无模糊 施女士这些症状已经很折磨人了 但跟这位郝先生的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 你比如说我跟你讲话 完了我要站起来 这可能就是王岐一站 就突然一下就停滞住了 就你不敢再做下一个动作 然后紧接着这种疼 就从整个腰部啊 一直带着后背啊 带着整个这个腿啊 这疼的反正那种感觉 就哆嗦呀 就是身体好像突然一下子 遭了那种 就针刺和电击的那种感觉 郝刚先生是运动员出身 这样的症状来自于 他早年间一次训练伤了腰 多年来 虽然没有停止过治疗 但似乎病痛并没有减轻 十年前的一个早上 又一个意外发生了 就准备竖起完了以后要出门 就刷牙也低头 孤灯一点就 就跪在地上 就动不了 纹身经乱 就是整个人的根本 趴在地上 一点都不敢动 因为就是他那种 放射性的痛啊 整个带着这个 纹身上下 好像你都哪都不敢动 我的地上 啪了三个 那天之后 郝先生发现 除了腰部疼痛之外 整个下半身都出了问题 软的地方都不能浮 就怕一浮完以后 就栽下去了 失控了 那只能浮入这个硬的地方 这个脚基本不是往前走 其实是一步一步往前挪 只要是不去的这个地方 要不就是得煮个拐 不煮拐的时候 有个情况下 你就得扶着这个地方 他扶着这个 你走到那个 比方说像走到这个阳台 想坐下来的时候 这边就是最大挑战的时候 郝先生给我们演示的 是他十年前的真实状况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 自己会在不满四十岁的时候 就这样举步维艰 我如果说真的能够恢复到 像正常人一样 天天散散步啊 走走路啊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 都已经很满足了 但是就即使这样一个想法 你根本不可能的 有的时候半夜想起来 睡不着觉就琢磨 说这一辈子 真的就在轮椅上 就这么做意外的了 2008年 在轮椅上坐了五年 已经濒临绝望的郝先生 也是在偶然的机会 找到了赖医生 他正好是 要手机键盘突出 然后压破了这个黄色的神经根 就是在这块 整个后边这个破了 中央性突出 压破了两边 上头都不行 一般来单车的多 双车的很少一点 所以说郝刚先生 他这个也算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病例 中央性突出 还突出那么大 这个诊断结果 郝刚不止一次听到 但是能否治疗 才是他真正关心的 但他这个 因为八个毫米 我们做的太多了 也就是我们做的 可能30% 是这种情况 有很大的把握 你这到我们来 是小毛病 兴趣到那去 几分钟就能治好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相信这种人 说的是话 这是真的 虽然心存怀疑 但当时也没有 更好的选择 毕竟这种治疗 有一个说法 让人感兴趣 他就说是很快 几分钟 总共就两三分钟 有患者提出来 给我打麻药 我说我给你打麻药的痛苦 我已经做完了 我们拍摄到的是 在给段先生 做第二次巩固治疗 跟第一次治疗一样 先做标记点 做完常规消毒之后 护士拿出了 这样一些器具 我说是手术刀吗 他说不是 他说这个 有点像针灸的那个银针 准备好器具 治疗开始了 我们先做这边右侧的 这个井山式的松茧 它这个有点硬 疼吗 站不站 不站 疼不疼 不疼 有一点疼 你大声一点告诉我 没关系的 当年 郝先生接受的 是和段先生一样的治疗方式 只是扎的是腰部 疼吗 有一点点 这边是不是疼一点 这边病要轻一些 你看响声都没那么响 对吧 说到响声 没错 几乎扎一下 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嗯 听得真香的 那是杂在肉里边 所以好像 就像那个纸多通的那种感觉 施女士的治疗部位 跟段先生完全相同 她的感觉更加细腻 破皮了之后 到了那部位了 再往一下就把它切开了 完了之后 还有神的再切又切开了 把周边的也都被割离开了 感觉 有能听到声音 不打麻药 还这样一下一下往里切 看上去 感觉会很疼的 我想象的应该很疼的 但是确实没那么疼 治疗疼不疼 对郝先生来说倒不重要 他又更关心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 不会伤到我的神经吧 这个器具既能扎又能切 这是不是就是小针刀啊 对 我是用的针刀 你看我拿的这个针 它只有0.8毫米 筷子出的神经 你马上去扎它一下 你拔出来一下 因为我们不是在 麻醉状态下做的 人是清醒的 看来确实不用担心 而且也真的像赖医生所说的 两三分钟的时间 小针刀治疗结束了 好了 这完了 接着赖医生拿出一个 长长的针头 扎进刚才给段先生 做小针刀的位置 用小勺咬了一点褐色的粉末 倒进针头里 这应该是一根空心针 这个动作是用长针 把那些粉末往下倒进 刚才小针刀扎过的那些点里 最后护士拿出膏药 贴在段先生的后脖子上 前后不到五分钟时间 治疗全部结束 快是快 但是效果怎么样呢 头晕的那个感觉就已经就紧轻了 不是说麻汗消失 就说我感觉这是人很精神 人也有点精神 就是那个我感觉那个很轻松的那种感觉 不是心理作用 不是心理作用 真正从我自己感受出来的 对面原谅 弄我无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我自己也感觉挺特别的滋润 是不是 好好好 还真的 确实说实话 我当时 就是这个腿啊 往那床下一挪 整个从腰呢 一直到这个腿 一直到这个脚趾 就有一股热流呼一样 这个感觉特别给你 仅仅那么几分钟的治疗 就能起到那么好的效果 这背后 其实每一步都很重要 尤其是第一步 使用小针刀 疼不疼 好 这个疼嘛 进去以后 一个是切割玻璃 还有一个呢 就是减粘解压 一般就是 你比如说疼痛 沿着红肿热痛 这一类 都是粘力比较高 减粘解压 其他一个减粘解压 或松解粘连的作用 小针刀切割 玻璃 松解粘连之后 您还记得赖医生 往患者治疗部位 导入的那些褐色粉末吗 这个又是治疗起关键性的药物 在配方上有很有解究的 第一个是射箱 它是开窍壁锐的 这个学节是区医生机的 还有这个红花 三期 一配方以后 它去区医生机又有活血化瘀的 然后再经过效果处理 所以它非常安全 直接放到病状里面 就需要一到三次 就把这些粘连连连的 软厨织给它软化了 导入那些药粉后 护士还在治疗部位 贴了一剂膏药 其实 这也是用一些中药 特制而成的药膏 里面我们已经给它散热药了 但是它周围还有一些 病比较轻的 你不可能每一个 都去给它砸几个眼 或者做针刀给它松 所以说这就是对周围病毒 比较轻的 然后起一个 以色活血化瘀 心气止痛的作用 针刀 特色小药粉 外加一剂特制膏药 三个步骤 五分钟时间解除了病痛 只是段先生除了这些之外 还做了手法复胃 他就这样把我头往这一拼 我也听到一点响声 就是咔嚓的一响 好像我也感觉很舒服了 来看看他治疗后的片子 跟之前的对比 黑色缝气左右对称了 也就是说段先生的颈椎 恢复了正常状态 而郝先生是在治疗后第四天下床了 大概走了一个 断断续续的四五个小时 大汗淋漓 从他那个医院 那个西二环 在清水河大桥旁边 我一直走到成都的天赋广场 哎呀 一边走一边自己就兴奋 就不管怎么样 就自己终于又可以走路了 六年过去了 如果不说 谁也看不出 这曾经是一位 坐了五年轮椅的人 这就跟正常人一样 没问题 你看腰都没问题 这样的疗法啊 真的是应了 首盗并除那个词了 几分钟解决了几年 乃至几十年的病痛 变清了病症 用准了方法 好的中医啊 常常这样 四两拨千斤 轻启尘磕 让人赞叹 好了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红糖信箱 癌中之王很会伪装 容易和其他疾病相混淆 这样吃这样喝 那么危险 确实对一线的这样一个危害 也是比较大的 云南白药提示您 下节精彩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中华医药 欢迎您继续收看 首先要欢迎今天来到 我们演播室做客的两位专家 好机会 天津市肿瘤医院副院长 一线肿瘤科主任 擅长以外科治疗为主 个体化综合治疗一线肿瘤 手术成功率在国内 居于领先水平 高春涛 天津市肿瘤医院 一线肿瘤科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博士 从事腹部肿瘤外科 临床工作15年 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欢迎郝院长和高医生 欢迎你们 欢迎健康问诊团的 各位嘉宾朋友 欢迎大家 有一句话 我想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就是说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这里边就是说的 我们有的时候 哪个地方要是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会想到 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哪个地方不舒服的时候 问题未必就出现在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有可能是出现在别的地方 我七年五月份 团结就感觉到这个地方疼 右侧有一点 右侧这一大面积 整个疼 疼当时就是说是 有可能是一线 有可能是肾 最后擦出来绝对是肺 您自己有想到吗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肺 一个亲身的经历 我有一个朋友 然后他一只牙疼 一只这个后面 后面的这个牙 特别特别疼 然后去了很多的这个口腔医院 看这个口腔科 做了很多检查 都查不出原因来 后来他们发现 就做了更细致的全身检查之后 发现他是得了冠心病 牙疼 最后是冠心病 对 对 这个我就觉得这个 反差太大了 让人很难够联想到 牙疼跟冠心病有关系 有的时候我们说起这样一些情况 我们可能觉得 是不是不多见 其实也不少见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 几个朋友的经历 来 2013年8月的那段时间 天津的冠先生突然觉得胃有些不舒服 这是疼 有时候饿了疼 有时候没事的时候感觉疼 有时候还什么时候疼 疼了我一下我看看就疼 一看他说 扎着背景 一扎背景呢 还有点毛病 初步诊断 任先生患上了胃溃疡 医生开药 给他进行了对症治疗 到第二个月的时候 昨天说了 一个病 一般情况下 像我开着药房子 四到六周寸好 你怎么不好呢 就在消化科医生 在为任先生的胃病挠头的时候 他却又出现了新的症状 到后来就是发烧了 还不高手 伞挖头多 还看不行 还得看 发烧我们就挂机诊 挂机诊说给挥一下诊 我们说行 但是大夫就说了 还有一项没检查 就说一线就没检查 这时所有的目光 都集中到了一线的检查上 结果出来了 居然是任先生的一线出了问题 如果胃病和一线癌联系在一起 让人感到意外的话 这位先生的症状更让人大跌眼镜 腰背疼就是反射到这 反射到后背 这个挤住这 尤其是晚上 疼得特别厉害 疼得特别厉害呢 我以为就是好像是收获了什么 就反来复去 你怎么 睡不了觉 只能坐着 或者板着药 可能缓解点 这位60多岁的先生 在出现腰背疼痛症状后 并没有当回事 另一位先生也忍不住说起了 他的相似的症状 反正是腰控 控得厉害 控得好 你就身体站不住 老想不下坐 扭扭腰呀 或者是按摩按摩呀 或者是 比如说是 睡 当中有个东西吧 咱们蹭在腰上 垫一会儿 也就没事了 这种腰背部的不适 好多人都有过 因此他们也都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 接下来又都出现别的症状 再进一步做检查 居然都是一线出了问题 像这个短片中 所处出的三个病人的情况 就是在我们临床中经常遇到 所以今天呢 我也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体板 这个体板就和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疑腺癌常见的一些 容易和其他疾病相混淆的一些表现 我们姑且叫它叫花衣服 那我一一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提到的 就是说出现的不明原因的 这种皮肤和黏膜的恍然 很多的疑腺癌病人 表现首发症状是 皮肤 眼睛 黄了 大部分的老百姓呢 还是考虑 一旦是皮肤 是不是干的病啊 或者是不是胆囊那些疾病啊 其实呢很多的这种病人呢 都是由于一线长了瘤子 特别是一头的一个瘤子 压迫了胆管 造成了胆汁的排泄不畅 所以表现出来的皮肤 黏的黄染啊 或者是我们的小片颜色 变深像浓茶样 在想到胆肝疾病同时 一定要想想一线癌 那我们看看第二条伪装呢 就是近期呢 它的体重呢 会有明显的下降 这个在医线癌是非常典型的表现 我们在临床中 我们在追问病人的这个发病过程中呢 我们常常会看到 这个病人会说 我原来假装我原来150斤 那我会至少瘦20到30斤 就短时间内的迅速的体重下降 这点呢 一定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由于疑线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近期呢 出现了这种腰背部的疼痛 和上腹的不适 一旦这个瘤子 出了疑线 侵犯了周围的一些神经 抚摸后神经我们叫做 就会表现出这个腰背部的疼痛和不适 特别是夜间加重 这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临床表现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近期呢 如果出现不能解释的 这种消化不良的症状 我们也反过提到了 因为疑线呢 同样也是咱们人体 一个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 如果疑线一旦出现的问题 它就会表现 你消化功能的不好 实与不真 这种消化 老觉得上腹部这种胀满感 老说老八百姓说 老是这种蓬蓬着这儿 不舒服 消化不好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的出现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说我们也要提示咱们大家 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突发的糖尿病 或者是糖尿病的症状不断地加重 很多的病人在问诊的过程中发现呢 他呢都会出现一个 突然出现一个糖尿病 没有原因 50岁了 出现糖尿病 这种情况一定要提示了 除了胰岛功能的问题外 是不是胰腺得了一个病 导致这整个胰腺的这种内分泌功能不足 或出现了 进而出现了糖尿病 而且这种血糖呢 非常难控制 忽高忽低 控制不住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一定要考虑这个 是不是胰腺得了一个病变 这个在临床中也非常常见 再有呢 第六条呢 就是一个慢性胰腺炎的反复发作 和无法解释的腐泻 胰腺炎呢 慢性反复的胰腺炎的反复发作呢 在一定程度上 随着时间的进展 也会出现了这个胰腺癌的这个可能性 慢性胰腺炎的病人 也是一个高危人群 同时呢 也有一个就是无法解释的这个腐泻 我们也提到了 胰腺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消化器官 一旦他得了病之后 这种消化功能减退了 一些食物得不到消化 就会出现这种腐泻和脂肪泻 你结的大便里很多的油滴 这种情况也要一定想想 为什么我这个消化不动了 可能是我们的胰腺出了问题 最后一条呢 就是这个胰腺癌呢 有一个家族式的情况 这个同其他的肿瘤也一样 就是说他有个家族的寄居性 就是说你家里有胰腺癌的患者 那么你作为他的这种儿女 或者兄弟姐妹 要定期的要去查体 这就是我给大家列的 一线癌的七个化衣服 好 听完了不由自主的鼓掌 郝院长讲得很清楚 刚才郝院长讲了这么多 考一考我们的问诊团的嘉宾朋友 就是说这个一线在我们身体的哪个位置 它的功能是什么 一线在胃的后边 它的分泌出一种煤进行消化 一看就认真听见了 好 这样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在我们上腹部深处 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器官 它长约14到18厘米 重约65到75克 像一根横着的小胡萝卜 横卧在腹后壁处 它就是胰腺 胰腺隐居在腹膜后 它的知名度远不如它的近邻 胃十二指肠肝胆 但一线分泌的一夜中的好几种消化酶 在食物消化过程中起着主角的作用 尤其是对脂肪的消化 还有一线内的胰岛细胞产生的胰岛素等物质 主要是它在调节人体血糖的变化 所以不能小瞧这不起眼的一线 它可以说是人体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 它的生理作用和病例变化 都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 通过这个短片我们又了解了一下一线 我们说这个一线是人身体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线癌 说到一线癌 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不太了解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一线癌目前已经代替肝癌 成为癌中的之王了 我就是想问一下高医生 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王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它这个一线癌的发病率 大约等同于一线癌的一个死亡率 它的生存期非常的短 我们的数据是这样 这个一线癌所有的患者中 五年生存率只有4%左右 所以说癌中之王它这个概念指的就是说 它已经在所有的癌中排在了五年生存率是最低的 这么一个地位 是不是这个一线癌来就诊的晚期的概率占得比较高 是吧 晚期的概率占得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讲就是定期的体检制度 还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我们要对腹部的一些不良的症状 上腹部的症状 还是由于我们的一个警惕性 就是说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 自己要多留意自己身体的变化 对 就是要注意观察自己身体有哪些细节的变化 比如说刚才讲到了说眼睛发黄 我们可以比如早上起来对着镜子来照一照 看看自己的眼睛有没有发黄 另外就是说体重有没有不明原因的下降 另外像我们短片里面出现的什么腰背不舒服 疼痛 还有胃部的不舒服 还有像刚才那个郝院长列的那七条 如果有出现这样异常的话 我们最好还是去医院做一下体检 那么说到这个检查了 像一般如果是有怀疑 去做什么针对性的检查 B超也是我们临床中首选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方式方法 那么目前来讲 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手段要联合应用 包括CT 也就是断层扫描 这个检查能够发现一线的一些比较早期的病变 另外还有就是近年来应用到临床上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技术 就是超生内境 超生内境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内境前面放置一个高频的超生探头 通过内境把这个超生探头呢 放置到病变的一个周围 甚至直接贴到病变上看 这样的话它能够排除我们隔着肚子做B超 有这个肠道气体的干扰 能够看得更精细更准确 另外呢我们呢在临床中呢 除了影像学这些功能影像学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血液学的检查 总之这些检查呢就是说 不是说一个人都要去做 但是呢就是从不同的侧面 选择不同的方案 这样的话从不同的面 能够观察这个肿瘤 就能够接近得到一个最准确的结果 那我们再往前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生活当中 我们就做到预防 因为一线癌 好像也被称作生活方式癌是吗 对 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前面短片当中 我们认识的那位阮先生 就是胃部不是的那位先生 我们来看看他都有哪些生活习惯 来了解一下 作为厨师 阮先生会做的菜种类很多 但他自己吃却情有独钟 我就是吃肉 最爱吃肉的一个 因为爱吃肉啊 我研究出来这个 我饭馆小炖肉 就是麦 就是就米饭 一点菜也不就 炖完肉以后 热着先扒了几块肉吃 就到那种地步 他特别爱吃肉 说到吃肉 阮先生也是有选择的 有一种肉 怎么吃也吃不够 新海果 我先来两块肥子吃 做吃肉 反正这碗能吃一碗 说我基本不吃 所有吃都不香 还是那是扣肉 没菜扣肉 没菜扣肉 大肥肉 还吃不是香 除了肥肉之外 阮先生从小还有一个嗜好 那是这个饼干 点心的 我们一下子都爱吃这个 爱吃那个甜食 爱吃那个 有时半夜啊 他就是各种点心的 各种饼干的 每天晚上吃一顿 看看阮先生的床边 床头抽屉里 都是他爱吃的零食 到时候夜里窝的话 再还怕吃 也不起床 有那么不好的习惯 可能是早上的 我分析 看着大家都说 吃这么腻啊 确实又是 没菜扣肉是吧 等天里面讲的那个啊 现在随着我们整体的 这种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家呢 吃鱼吃肉 这种机会明显增加 所以呢 导致了平常我们的这种 高蛋白 高脂肪 这种高热量 这三高食品的摄入 明显增多 使我们呢 整体的这种消化系统的负担 也增加了很多 这样的话呢 是导致我们长期的 这种高脂血症啊 或者这种肥胖的出现 在一定程度上 加重了我们这些胰腺 这些器官的一种负担 长期这种反复刺激 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会诱发 这个胰腺癌的这个发生 另外一个 我们看到 他除了高粱后卫啊 中医讲高粱后卫之外 还有就是 他确实挺偏的好像 就特别中爱这个肉食 还有饼干啊 点心啊这一类的 刚才我们看这个短片的时候 里边还有一个细节 就讲到这个 冉先生 因为他好像是厨师啊 然后呢 他就会有一个情况 就里边讲到说 吃饭的时候 不在这个正点上吃 这个跟你现在有关吗 这个呢 我们觉得只能 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 但是呢 肯定是跟这种 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是密切相关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每天呢 我们这些器官呢 分泌这些激素也好 或者分泌这些消化酶也好 它都是有一个定点的分泌 如果你每天吃饭 这个时间 非常的没有规律的话 导致了这个器官在不断的 不定时的这种随机的分泌的话 一定程度上 也是加重了这些器官的负担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也会增加他的这种 患病的风险性 我们刚通过短片了解了 冉先生的这个习惯 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 看一看 冉先生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哪些生活习惯 来 冉先生从前是做销售工作的 离职后和妻子一起开了餐馆 职业虽然转换了 但有一个习惯没有变 我们俩没结婚之前 他就抽烟了 到现在也好像四十多年了吧 一般的养生不由至 有时候是高兴了 今天打伙拍 俗话说 烟酒不分家 冉先生出了抽烟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 冉先生以往的生活 似乎离不开酒杯 年大技术大 特不爱喝 打一瞎想就喝酒 喝这酒等于喝了 三十年了吧 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也到后来 发展到 一天喝两顿 顿着有酒 量不是很大 但是顿着有 虽然大家知道 抽烟喝酒有害健康 但这和冉先生患的病 有关系吗 就我们一说到这个吸烟 先想到的是肺 很少和一线联系在一起 一般的咱们老百姓都知道 吸烟肯定是跟肺癌有关系 对吗 吸烟肺癌勾发 但是除了与肺癌有关系 同时同一些消化道的肿瘤 例如胃癌 胰腺癌也密切相关 统计数字表明了 吸烟的人比不吸烟的人 风险性增加两倍 所以我觉得 从关爱自己健康也好 或者关爱他人也好 因为他人有二手炎的问题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少吸烟 而且这种得癌的风险性 跟你吸烟时间的长短 以及每天的吸烟的量有关系 所以如果你戒不了炎 要控制量少抽 这样的话 能再一定减少这个癌的发生 其实不管怎么样 这个吸烟真的是有百害二无一的 其实这个习惯确实不好 刚讲了还要再讲一讲这个酒 关于饮酒这个问题 确实对胰腺的这样一个危害 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长期的喝酒 尤其是量比较大的一个酒 现在认为与这个患者 这个胰腺炎症还是相关的 那么胰腺的炎症本身 也是加重了胰腺的一个负担 它也是一个胰腺癌的一个 就是目前认为是一个 较前期的一个病变 所以就是这个酒类 还是不能够喝得太多 还是不能喝得太猛 是要适度不要过了 这样我来问问咱们健康问质团的各位嘉宾朋友 有吸烟的举手示意我一下行吗 真是谢谢大家的坦然 有喝酒的举手示意我一下 是这样 那么又吸烟又喝酒的 好像已经摔现出来了 肯定在控制一点 减少这个喝酒和吸烟的量 要控制一点了 那位先生 吸烟四十多年了 真的呀 吸烟量大吗 以前是吸烟量挺大的 现在减的是一盒了 一天一盒是减下来的量 看来还得减 一天一盒还是多了 酒呢 酒喝得不太多 反正以前喝大酒 现在基本减下来了 那现在我们节目都聊了这么多 您未来您觉得您要有点改变吗 对 得改变了 怎么改变呀 改变对我也好 对我爱人也好 好吸烟 对 就是为了身边您爱的人 也应该去节制自己 如果我们因为现在工作的一些关系 比如说不得不喝酒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把这个喝酒对人体的伤害 能够有所降低 下面我们有请天津市肿瘤医院中西结合科副主任医师刘东颖上场 来有请刘医生 您好 您好 您请这里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简便一行的养生粥 五味子粥 就是用中药五味子和精米一块熬成的粥 好的 这个就是中药五味子 这个就是精米 做这个五味子粥呢 需要五味子十克 十克 对 大概有 大概就是 也就这么点 对 二三十粒吧 嗯 嗯 还有精米 嗯 二两 一百克 嗯 然后放入适量的清水 具体水的多少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 一般就是三到四百毫升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煮了 对 一般就是煮四十分钟 好 然后我们让它开始 对 这个时候您再给我们讲一讲 为什么要用五味子 五味子粥呢 它总的功效来说就是有养肝护胃 对于这个酒后 我们服用这个五味子粥 可以缓解酒精对于肝胃的损伤 那为什么这个五味子粥能够养肝护胃呢 那我们就分别介绍这两种原料 因为五味子它主要的味道就是酸咸 但是它的皮胃干 它的核有辛苦 那中医呢 五味又对应保养人体的心肝脾肺肾五脏 五味子由于五味俱全 所以对人体的五脏发挥一个平衡的保养的作用 嗯 而且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呢 这个五味子有特别强大的这个饱肝的作用 就尤其它对肝的保护作用更明显一些 对更明显一些 嗯 这个精米呢 精米我们都知道它是胃肝性贫 它有健脾养胃 嗯 嗯 补气养血 嗯 而且可以呢 就是对于人的胃肠道功能 有调理作用 我们都知道胃不舒服 拉肚子 可能喝点大米粥 就能调养这个胃肠道的功能 所以这两个放在一起就可以养肝护胃 嗯 酒后食用呢 确实是减少酒精对于肝胃的损伤 嗯 好 嗯 来 好 粥煮好了 嗯 还是有香味呢 不过那个五味子的味道好像还是比较美しい 还有一点重要的味道 然后程度让大家尝一下 也可以依据个人的口味 加点蜂蜜 嗯 在这个粥稍微凉一点的时候 嗯 加这么一两勺蜂蜜 因为这个五味子粥呢 它这个大米主要成分咱都知道是淀粉 而且又加蜂蜜 嗯 可能就是糖尿病的患者 就要适量使用 嗯 我们沉一点大家尝尝好吧 好的 嗯 有什么味道 那个好喝 挺好的 挺好的 蜂蜜那个味也出来 五味子那酸味跟那一搅和 一综合啊 嗯 酸甜 挺好 嗯 然后您 您来说说 因为我平常不怎么吃甜的 这里就有那个什么蜂蜜 我感觉特别味道好 特别好 您觉得那药味浓吗 不浓啊 不浓 好的 谢谢刘医生 也谢谢两位专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来继续品尝吧 苦痛 一种难以忍受的剧痛 免受开刀之苦 中医有其招 十分钟的手术 两毫米的窗口 睁眼外科 在国内外屡创奇迹 云南白药提醒您 敬请收看下期中华医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